她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一直想靠养鸡赚钱 但是养了二十多年鸡 赔的总是比赚的多 我爸那时候的时候 然后你输掉的不知道是多少层楼的钱了 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做出来给他们看 就在所有人都不看好她的时候 她却盯上一个当地很多人都瞧不起的行业 你没办法了你才做这套工作了 就是断继续生了 没有后代了 跟你的什么不做 做这个干什么 关于她的非议和质疑满天飞 她却丝毫不在乎 我这个人可能是那种爱出风头的人 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在乎这个 维隆芬在一个不被看好的行业中 到底发现了什么商机 她是如何在世俗偏见中 闯出一条致富路 欢迎收看制服经 生活当中 大多数人都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 每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有很多人说反对这件事 你可能都得再掂量掂量 但是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 维隆芬 他干的是一个别人瞧不起的行业 而且她还是当地第一个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 您想吧 她遭受的流言蜚语 那肯定是一波又一波 但她却说 自己一点都不在乎 非要把这件事给做好了 记者来到维隆芬的老家采访 一提起维隆芬 她的亲戚朋友都很羡慕 发了家了 个个都知道了 我们本地的人都知道了 现在有个女的挺厉害了 有钱了这个人 房子也买的了 车也有了 肯定好了 她就是维隆芬 通过采访 记者了解到 维隆芬每年有将近两百万元的纯收入 但是一提起她是怎么赚钱的 一些人的话 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维隆芬是靠什么致富的呢 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多人对她指指点点 记者带着疑问 跟着维隆芬来到了当地的这家市场 他们刚一拿出工具 就已来众多路人围观看热闹 还没正式开工 就让围观的人觉得不可思议 人不会做那种 我就是说假的 我今天因为我看他很年轻 所以为什么 不想现不想现 没有见过怎么想现 今天的第一次 见过你的人 维隆芬到底要做什么 为什么会让人们觉得不可思议呢 在广西 有一种特殊的行业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被称为燕姬师傅 一直以来 只有男人才做燕姬师傅 维隆芬遭受非议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是当地的第一个女燕姬师傅 反正是很少燕姬 干这个行业 燕姬是对啥等啥等 燕姬不过吗 你没办法了 你才做这套工作了 你去学燕姬 可能就人老婆找不到 你弹到燕姬 你不跟着弹了 不要说这样了 记者采访时 维隆芬的丈夫 一直拒绝接受采访 维隆芬不顾世俗眼光 不仅自己做 还带着女儿和儿媳妇 组建燕姬队 去从事一个连很多男人 都不愿意做的行业 她发现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商机呢 她又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呢 早在1985年 维隆芬就开始养鸡 一直是赔的比赚的多 家人都劝她 不要再养了 每一次投入的都是很大的 而且很大胆 有多少她就不想后果 她就投进去了 我爸那时候都说 他说你输掉的 不知道是多少层楼的钱了 我就想着 我一定要做出来给他们看 我不服气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不服输的 我要继续养到她赚钱 尽管不服输 但维隆芬养鸡 依然没赚到什么钱 时间到了2006年4月 维隆芬新进了 6000多只刚孵化的小公鸡苗 鸡苗进来后 她赶紧打电话 预约南宁市的燕鸡师傅 请他们半个月后 帮着燕这些公鸡苗 在广西历来有烟鸡的传统 烟鸡的价格比不烟的公鸡 每斤贵五六元钱 而且能够提前40天左右出栏 几乎所有的养鸡户 都要请烟鸡师傅来烟鸡 他烟了以后 公鸡的幼稚结构 相添可口 比较清脆 如果你不烟的 它的那个光红了 它就打架 如果烟了 它就不打架了 它个体又大又肥 又肥 维隆芬约了几次 也没有请到烟鸡师傅 错过最佳烟鸡时间 把六千多只公鸡养成后 少卖了五六万元 虽然少卖了五六万元钱 梅龙奔区很高兴 还说自己发泄了一个商鸡 那么它发泄了什么商鸡呢 传统的烟鸡手艺 都是烟大鸡 但是养殖户 已经开始改养小烟鸡了 烟鸽小公鸡苗 相对烟大公鸡来说 死亡率低 也能最大程度的节省饲料 烟鸡对鸡的伤害并不大 在烟鸡前三四天 和烟鸡后三四天的时间内 让鸡服用消炎药就可以了 一个星期左右 伤口就能自然愈合 小公鸡的高丸 只有黄豆粒大小 操作起来难度大 能烟小鸡的师傅少 当时烟一只小鸡 收费从五毛钱到三块钱不等 一个烟鸡师傅 一天能烟一千多只 这样的收入对当时的维隆分吸引力很大 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学烟鸡手艺 那是一个很大的收入了当然 那时候他那个钱很急钱 是每天都有的 我都想学 我都想着我自己要学会烟鸡 学会了以后就能可以自己去赚钱 他那种烟鸡他又不用本钱 就是想着能有一门手艺去赚钱 听说维隆分要学烟鸡 当地很多人都大吃一惊 这个工作是男的 男的工作不是女的 基本是男的 就是说这个 女人烟鸡以后没有生育 短年后代了 要不代 没有见过女人烟鸡 我们这里比较那个风俗 比较传统一些 保守一点 传统观念里 烟鸡师傅这个职业被很多人瞧不起 在过去 这个职业一直都只有男人做 还没有女人做烟鸡师傅的先例 维隆分却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06年9月的一天 维隆分趁着烟鸡师傅到自己机场烟鸡 软磨硬泡 要来一副烟鸡工具 却不知道怎么用 半年时间里 维隆分请教了十六七个烟鸡师傅 没有一个人愿意教她 他们都是不想教你的 那个烟鸡很保守啊 问她怎么 她说你自己快 2007年3月的一天 一个叫梁友祥的烟鸡师傅 到维隆分的机场烟鸡 维隆分向她提出 学习烟鸡技术的时候 梁友祥以为 维隆分只是开玩笑 就随意指点了她几下 那时候你们不会想到她也会舍吗 先开玩笑戏这样子吧 很高兴啊 有人教我 教我啦 那时候我一心想学这门技术的 因为我知道 这门技术肯定很有发展前途 维隆分一个星期就学会了烟鸡技术 但要想成为一个熟练的烟鸡师傅 还需要一段时间练手 学会烟鸡技术一个月后 维隆分跟着梁友祥去南宁烟鸡 而这第一次出去接活 就遭遇了尴尬 因为是新手 维隆分很紧张 烟过的鸡有很多出血过多的 当时养鸡厂老板比她还紧张 一直站在旁边盯着她看 她就是几个人在这边看在那边看 看得我心黄意乱的那时候 越烟就越糟糕了 我看见他们那个养鸡 都不想炸鸡给我烟 那我就干脆说 那我不烟了 不烟算了 我会炸了 维隆分一气之下 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但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才学到技术 这个行业的前景就很好 还没到家 她就后悔了 我还想去啊 我不甘心啊 那时候 我不想这么轻易地放弃 我想坚持 做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我也要做 主要她给我机会 我就要坚持做下去 维隆分要在烟鸡行业继续做下去 她决定 先练熟自己的烟鸡技术 半个月之后 维隆分把养鸡厂交给儿子和儿媳妇打理 就跟着几个男烟鸡师傅 到南宁市烟鸡了 2017年10月 维隆分又干了一件更加轰动的事 这件事 不仅让家人觉得不可思议 也很为难 她要求 在广东打工的两个女儿 回老家 跟自己烟鸡 不想回来啊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女的去烟鸡啊 我就想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很丑啊 也不怎么愿意 但是她就说 强力要求 说回来 先怎么样子 两个女儿都不愿意回来 维隆分就天天给他们打电话 跟他们强调 烟鸡比打工强多了 维隆分自己学这门手艺的时候 已经是流言蜚语不断 为什么还非要把女儿们从城市叫回来 还是学一门被大家瞧不起的手艺呢 维隆分淹了一年时间的鸡 她发现 淹鸡的市场 比她之前预想的要大得多 还有很大的市场空白 那个市场还很大 还有很多的鸡 我们都吸烟不完 比那个人力还不够 我自己觉得 这个 这个烟鸡的行业很有潜力的 赚钱都很快 带着他们去赚钱就好了 你敢人家怎么说 是人家的事 我们2014年初 烟鸡大概300万到400万余这样 想找一些 专门来烟鸡的一些技术员 来找一些 维隆分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 每次养鸡厂找烟鸡师傅干活 都是四五个人一起 维隆分刚入行 跟在男师傅后面 让他很不舒服 我这个人我都不习惯跟着别人 让别人管 像人家那样 不喜欢帮人家打工的 那个感觉 都是想自己当老板的那种感觉 2008年3月 经过维隆分半年多时间的劝说 两个女孩都从广东回来了 然后就想到 哎呀 反正外面也是几百块钱 回来就回来了 试一下这样子 刚开始我想到 我就是想回来帮他而已 我就想他做那么辛苦 我回来帮他一下 顺便能学点东西 以后我不可能打工一辈子的 到2009年3月 儿媳妇和两个女儿 在维隆分的养鸡场 经过一年练习 已经熟练掌握了烟机技术 维隆分也把最后一万只鸡 低价处理 关掉了养鸡场 全身心的投入烟机行业 维隆分的四人烟机队 正式成立了 他第一次带烟机队 到市场上烟机的时候 诸位人好奇看热闹 女儿的心里也不舒服 周围人好奇的眼光 反而让维隆分有了一个想法 他有了一个主意 他要给自己的烟机队 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女子烟机队 最吸引人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名字 按照女子烟机队 一直都没有人 都没有女人烟机 就是想用这个脱色的名字 来吸引别人 对我们多感触一点 维隆分很清楚 单凭一个名字 并不能让生意自动送上门 他有了一个招揽客户的办法 从2019年4月开始 维隆分开始出现在当地的各个市场上 维隆分都会把自己的招牌放在卖鸡的摊位附近 他经常像这样站在卖鸡的摊位旁边 跟卖鸡苗的人搭讪 而且直到有人过来买小公鸡苗 维隆分就主动上前 询问对方是否需要烟机 维隆分每次都努力争取客户 起初很多人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但看到维隆分的烟机队现场演示之后 都打消了顾虑 维隆分的女子烟机队就这样 在当地打开了市场渐渐有了名气 维隆分的女子烟机队尽管在当地打开了市场 但接到的生意都很零散 最大的一笔生意也只有两千只小鸡 维隆分有些不甘心 进那些大机厂去 那些公司去才是我们的目标 你在家里那些小户几百几十个人 那些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 维隆分的老家崇佐市是一个地级市 他把目光瞄准了更大的省会城市南宁 维隆分非常自信 他认为自己缺少的只是一个证明的机会 只要他们给我们机会 我们都要都有成功的一半 很有信心 有这种信心 因为我们毕竟做到那个手法 那时候都可以了 而且我们那个工具 他们一看他都知道我们是比较专业的 黄鸿波是这家养鸡场的厂长 他的养鸡场每年能出栏十万多只烟机 对于当时的维隆分来说是个大客户 维隆分想把黄鸿波作为自己打开男人市场的突破口 但跟黄鸿波沟通了几次 对方都不愿意跟他合作 日前黄鸿波有固定的合作伙伴 都是男演技师傅 维隆分第一次找上门 而且还是个女的 黄鸿波有些顾虑 看维隆分老缠着他 黄鸿波有了一个主意 他觉得维隆分不可能答应 黄鸿波提出可以让维隆分誓烟一万只小鸡 但有一个条件 他给的价格要比当时的市场价 每只鸡低五分钱 可没想到维隆分却很爽快地答应了 为了我们能打开那个市场 少就少 反正没事 只要他给我们机会就可以了 这男人他都是大户来的 我们都能在他那里立足了 其他的小客户肯定没得收了 维隆分的烟鸡队 在烟那一万只鸡的过程中 黄鸿波一直在旁边看着 原本想挑刺 还叫来养鸡场的技术员一起盯着 最终他们却都没话说了 就要观察的结果的话呢 就说他们 就说他们验去手法 这样子的话呢 就说都符合标准 这样子 没给他们验出来的技术的话呢 死亡率的话呢 也达到我们的理想状态 真的来说谢谢你 就是说就是死亡率没那么多嘛 这样子别人家就有点优势了嘛 黄鸿波不仅很满意 还主动提出 要和维隆芬长期合作 看到黄鸿波与维隆芬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其他养鸡场老板也纷纷请维隆芬烟鸡 短短两个月时间 维隆芬的烟鸡队 在南宁各大养鸡场 一共烟了五十多万只鸡 获得越来越多客户的肯定 做工方面我觉得也挺细线的 技术也都还可以 我这帮老乡很多鸡 晚上都找他 但南宁这里 他虽然是比较做得成功的 更多的客户开始找上门 但是维隆芬又开始发愁了 在四月到十月的烟鸡旺季 每个月大概有五十万只鸡的生意找到他 但因为人手不够 有近一半的生意只能放弃 维隆芬又把儿子和两个女婿 拉进了烟鸡队 还是感觉人手不够 这是镇上人流量比较多的一条街 2012年3月开始 维隆芬就给自己的烟鸡队印了名片 就像这样 大街小巷的发明片做宣传 因为他想开一个烟鸡培训班 开始培训班都想要多一点人来学 学会来我们挑选那些精英跟着我们一起 那我领那些工出来 我就分配给他们去干 2012年11月 维隆芬在崇佐市开办了第一家烟鸡培训班 他的烟鸡培训班培训七天 收费标准每人3800元 一年多的时间 维隆芬培训了30名学员 这些学员有本地的 也有外地牧名而来的 其中男学员23人 女学员7人 维隆芬的女子烟鸡队 在南宁级周边地区的名气越来越大 当地人对女性做烟鸡师傅的偏见 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 心里有一种佩服那种感觉 之前的话都是男人做的工作 现在变成女人也可以做的工作 觉得好像挺伟大的那种 维隆芬经常上网了解行业信息 发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 也开始消费烟鸡 她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打开国内更大的市场 要有足够的细心才可以 当我遇到困难什么打击的时候 我就想着 我一定要像高山顶上的那棵树那样 要顶得住 住那些风浪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情况 我都不会倒杀 我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 以及我都是有这种信念 我才走到今天 维隆芬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 凭借着自己对市场的判断 还有强大的内心 在一个当地很多人都不看好的行业里面 发现了商机 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好的各位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官方网站农市网 以及农市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各位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致富金的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他家境贫寒 却心比天高 一心想着干大事 要是工作他瞧不上 非要回家当村官 可村官不大 他架子却不小 父亲突然离世 他如梦出行 跪地大哭 我没把下套尽大 带着对父亲深深的爱 他带动家乡一个产业的发展 六年时间 他把三元乡的枇杷价格 翻了至少十倍 坚强创业 永不言败 他是二十八岁的村官 罗宏 三五年轻人